但是红四方明显人数是占优的 形成了一波三包二 推拉给自己套了一个一技能 但是自己身上没有闪现 二连先打上不停的巨年 黄子一刻上来 巨年昌红爆破果实 形成了一波包夹 两个人应该先要去夹一下昌红 还差两下普魂的感觉 最后有恶语的一个Q技能 收到这条一血 红怒Q啊 而且推拉这个位置走得好奇怪啊 说实在话 他在上一波刚被黄子逼完闪的情况下 而且你探照花 这个花粉已经照到了黄子 为什么还要往上半步去走呢 他可能觉得三次 上路的敦伏 很好录于个369 而这个时候加利奥就在旁边 如果拼起来的话 加利奥可以第一时间落大的 那就是现在了 加利奥直接落大 黄子现在没有办法出第一个EQ 黄子现在还在旁边 那只能卖掉队友了 哎呀 Mark出现在的这个位置 让369很难受呀 本来其实说实在话 小鹏都有点触这个大鳄鱼 因为本身六级 而且有一管路的情况下 这个鳄鱼很恐怖 所以小鹏在那里扭了半天 然后引的369终于上来之后 结果发现了 朝霞伏先锋这边去靠 千诀跟对手的上单一相遇 这个加利奥就可以直接支援了 但是这一波 套普不想放这个霞伏先锋啊 要在一个四打五的局面上 去进行一个作战 回了在旁边 但他是一个卡尔玛呀 先要去拼惩戒了 黄子帮直接抢到大龙 抢到这个霞伏先锋 再做大招 千诀已经倒在了地上了 哇 这一波其实是个四打四 我没有注意到 超红是上次在下路线 而且这一波他没有TP 所以正面在四打四的情况下 小鹏直接被黄子的EQ给挑到秒掉了 而且中单的卡尔玛他的 唯一不明白的一点 只是为什么昌宏没有来高那波 刚刚我那波没有注意到 昌宏在什么位置 结果我打完了一看 昌宏在下路 正面没有形成多大伤 但是这一波369有闪没大 怎么操作 红城街直接给上 闪现想去换 但是换不掉 差一点吧 这一波差了一点 而套普这个时候 双人组在上是拿回了医学塔 现在 SD就想要服鳄鱼了 没有办法 就那一波下路线风打完了之后 他们只能选择 就是赶紧把这个鳄鱼给按死了 把乌鸦给服起来 但是这个时候 旁边黄子和发条再度包了过来 这个时候乌鸦首先是没有大招的 小鹏牵绝是有大招 但是这个大招坐下来 正面对抗力不够 黄子一个Q闪 向指小鹏发条一个大招 回拉拉回了黄子 黄子再做一屁股 双方打野 之前一波护腕牵长红 这个时候没有蓝 没有办法立即反打的 而这个时候 NAT身上只是有个蓝包 没有红包 他没有办法继续的黏 还在不停地打 打出一个不灭之后 但是这个血挥不上来 最后还是NAT 斩获这个人头 旁边一个推拉赶到现场 看一下猪娜要一位一 冰枪没有给到 红多两个提兵 落地的是一个鳄鱼 那这波推拉应该作罢了 这一波SDG的核道视野太差了 他们在下路两个人 在推打的过程中 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一波他们是觉得乌鸦装备好 乌鸦很肥的 现在一个人顶在前面 就顶在一个卡在这个路口 看一下猪娜手机看到 嘲讽住两个人 罗肯直接被打成一个半血 本身有一个闪现 但是没有死 天群拿掉大龙 同时在龙库队 开出自己的大招 卡杀一个大招到圈外 先要斩掉黄死 斩掉无死 身子全部都在堵在龙坑里 猪娜还想继续收割推了 现在身上的两环 打不出第三 这一波本身是Mark的一个写手 闪现超好 但是被另一边Loken直接进化 瞄解拉开了一个最要命的位置 正面虽然说是半是被对方 乌鸦想进去威胁后排 都威胁不了 反倒是还把小鹏的大给骗了出来 对 那这波正面接团过后 两边是都有一条 子龙在EQ直接去挑乌鸦 乌鸦现在大招在CD的 没有办法吸血 两个人不停地去黏着乌鸦 那要死了 视野 视野还是有问题 对于SDG来说 现在蓝色方看地图上 几乎没有眼位 几方红Mark上面有一个真眼 然后对方的红Mark里面有点眼 但是对于自家的这个上单位 这边 但唯一的好消息对于SDG来说 现在是Gala发育的还可以 但在团队精力方面 Top翻过了不少 再次包了过来 威蜡只能给自己加图 那Mark要被卖掉了 这个又是被绕视野了 对 视野做不出去 就是你把兵线想要推出 自家的二塔范围都做不到 那这个时候上高地了 千诀还在野区刚刚亮起回程 那中路是敞开给推进的 高地 这波Top可以直接打高地了 这个位置好差呀 推了中了一个很多只要 闪现上来咬 但是这波还是被规避掉了 同时Mark进场直接超逢出队 Lohan再去一个计划解掉 Mark直接被射残 开了一个军身 恶语大招已经开过了 一起要去等这个Mark千诀 给他开了一个大招 两个人暂时无敌 同时发条拉了一个大招 配合黄子的一个进场 直接要去展戈了 黄子两巴掌三巴掌将棋拍翻 再去年后续一个C位 推了已经能拉开 但是自己的队友 已经一个接一个倒地了 其实你就只要看 Top这两个C位 他们的血量就没有下到60%以下 对 只要看这个状况 我们就知道Top这一把的团 但是基本上想怎么接怎么接 再次一个EQ闪将推了击倒 这样我们要恭喜Top 在这场BO5中2比0 领先SDG 虽然说Mark开的一 就是非常主动 但是